歡迎大家回到臺灣 歡迎大家到總統府來 首先我要謝謝邱金英理事長 也是副董事長 以及在場的各位先進 這次熱心參與國慶活動籌備 我也要謝謝各位長年的奉獻和努力 讓僑民總是心繫臺灣 團結在一起 現在臺灣的經濟基本面 是持續在好轉 我們也在推動5加2的產業創新計畫 還有今年夏天剛剛通過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另外 我們賴美格非常用心在處理的 就是五缺的問題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 在執政上面最重要的幾個主軸 所以不管是從投資的主期 或者是投資環境的面向來看 我們都持續的在改善這些投資的條件 所以臺灣越來越是一個好的投資的地方 我也希望各位可以把這些訊息帶回去 跟泰國的僑界跟當地的產業界來分享臺灣的新的商機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很希望各位可以協助臺灣本土的廠商 參與東南亞新興市場的成長 所以我們會繼續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跟資源 協助我們海外的橋商台商經營發展 布局全球 總結來說 我們也希望各位可以為臺灣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回來投資臺灣 第二就是提醒國內的廠商 走進東南亞的市場 這兩件事情不只是有助於臺灣經濟的轉型跟成長 也會為各位的企業帶來發展的契機 最後我要感謝各位長年以來對臺灣的愛護跟支持 也再次歡迎大家回到臺灣 謝謝 謝謝